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 Emily Property TV Channel 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课题就是 关于房地产的VR趋势 另外我们讲 其实市场的趋势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当时是因为 我们先去了解 客户要的东西 所以也是把我们自己放在 其实如果今天 我是一个投资者的话 我想要什么东西 所以市场未来的总项 就是一定是要从 了解客户开始 所以这一点是 不会变的一个规律来的 我们当时就设计了这个东西 也是三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 他们其实不需要投入很高的资金 然后他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很高的回报 比如当时我们把马来西亚的产业 卖过去新加坡的时候 第一轮我们就是很多时候 新加坡人他们当时 他们的那一个 就是在马来西亚 他们的那一个 经济的那一个 证明的那一块呢 其实是非常的 非常的好的 很多银行都很想 很喜欢 就是把钱借给他们 所以当时呢 他们只是需要 就是拿出很少的那个资金 OK 对我们来讲可能就是 因为那当时是 还是一点 就是一块钱是 大概是马费是两块半的时候 然后呢 他们只是拿一个一块钱出来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当这两块半去用的 这一个开明之下可以 所以以少的资金 然后呢 高的回报的这一块 去做一个 一个 一个 产品的银行 然后呢 买了之后呢 因为外国人 其实最担心的东西 就讲 我买了之后 谁跟我来打理 OK 如果是 有人帮我打理的话 我肯定没问题 但是如果是我买了之后 然后呢 就 我还是 变成我一个负担的话 这样子的话 就会 成为他们的一个 最大的单流 所以在这一块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去 找到一些 产品呢 一些 产品 是他们觉得 买了之后呢 就是很轻松 然后 无忧的 就是 有人帮他去管理的 然后在过程里面呢 他最重要的东西 一定是要快乐 OK 所以呢 当时跟我们买房子的那些客户呢 我们是以这三种不同的形式 去引导他们的 所以 怎样可以做到快乐呢 快乐呢 就是讲 因为我们当时有一个团队嘛 所以我们呢 其实这一般人 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优点 就是我们其实 并不是因为要 要 就是要卖 property给你 然后呢 只是赚钱 这一块 我们其实是想要把我们的客户 都变成我们的好朋友 所以很多时候呢 他们 他们从新加坡 从香港 从中国 从台湾来的时候呢 所以我们就会 以我们自己是 那一个 就是地道的人 就是讲 我们是本地人 然后就带他们去 吃啊 喝啊 然后带他们去玩啊 然后就给他们一些建议 去哪里住的这一块 所以呢 就把快乐带给 这一些人 然后从这一边呢 他们其实是 因为这些东西都不是特地去设计的 就是 已经是在我们的 这个 文化里面呢 其实是马来西亚人 其实是我们是 非常的友善的 在这一块 我们就是觉得 诶 每一个 国家的不同的朋友 来到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想要带 带给他们的东西 就是 安心跟快乐 他们可以当 这一个地方呢 其实是 他们的第二个家 ok 这一个这样子的 那个 想法 当时呢 我们就 也是 去了很多国家 有很多不同的 不同的朋友 so 在他们的 没有在这一边的时候 要怎么样 去帮他们 打理他们的房子 ok so 这一块呢 我们就是 以这三个 就是 你少的资金 然后高的费报 然后呢 就是要 做到一样东西 就是你买这个 property的时候 是限制的 然后第三呢 就是快乐 ok 所以这三大因素呢 放进去的时候呢 就证明 其实这个是 客户 最想要的 ok 如果你还没有 subscribe 我的频道呢 so 不要忘记 就是subscribe 然后 就是打开 那个小铃铛 当 我们有新的 video update的时候 你可以在第一个时间 收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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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